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机会来了 就为给你们办事 我去一趟 去一趟九严山 我凭两行铃铃池 三寸不烂舌 顺说 逢是烩火 献出九严山 但是话好说事难办 也许把这事弄砸了 人家就不答应 就是拒之门外 要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不得不无力相聘 这开天辟地就是弱肉强食 这也没办法 薛刚要成其大事 不能以妇人之心 妇人之心太软弱不行 必须采取铁腕行动 人家有铁腕 以妇人之心干不出大事 但是咱们做的人至义尽 听最好不听就得动武 好吧 听您的 您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这么办 你们几个愿意跟着咱一块去 明人不做暗示 咱们不是准备打仗去了 咱们去拜课去 给我送的礼物 我不收 我收着干嘛 没用啊 你们抬着 送到九炎山 咱们拜课 到那说好了怎么都行 说不好 咱们见机行事 见警生情 在采取临时的对策 你们看怎么样 仅遵书书书之为 那几个人就太好了 我说道爷 你就做我们的军师得了 做我们的老师 明明明面过书的人 那说话条条是道 我们都大老粗啊 除了我哥哥之外 我们百妈不是 您就当军师吧 那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咱们都是自己人 怎么办 我今天闲着也没事 徒儿 无量天尊 师父有何分子 外边给我背拔 我要到九炎山取他 你们好生看守庙宇 不得闯祸 尊命 全安排好了 一共十几个人 带着礼物 骑身赶奔九炎山 一边走一边唠 一边走一边唠 在这奔九炎山就比较近了 日头往西一转的时候 到了 徐梅祖用手机指 薛刚你看 眼前就是九炎山的 薛刚在马上山目溜身 一看 好家 这家大山 山连山 岭连岭 山岭冲结是怪石横生 立石如刀 卧石如虎 古墓狼林 一看 岌岭望不到别了 高山是高耸入云 有的山口只能一个人通过 一个人在那一堵 你有千军万马也过不去 有的天然的屏障 要修一修就能变成城墙 在上的派兵驻守 准备挥平炮子滚木雷石 你就有千军万马难以逾越 真是得天独厚的好地方 太漂亮 好 一边看着一边往前走着 三楼胡哨声一响 出了一伙楼楼兵 九岩山 一个个眷帕兆头 穿着号坎 拿着刀枪出来了 站着 站着 干什么的 再往前来开弓放箭 有的把弓箭都准备好了 幸亏有熟人 徐梅祖在头前把马带住 吴良佛 各位 我是徐老道 我是白云冠来的 各位 切莫误会 是我呀 徐道爷 徐道爷来了 把家伙全放下了 当小头就跑过来 道爷 您金山大亚怎么光临来了 我们五位寨主也想您都想坏了 前些日子发些请帖去 您说身体不好 您没来 咱们身体好了 业以康复 各位啊 辛苦辛苦 给你们债主爷打个招呼 通报一声 就说徐老道 求见 可以可以 行 里边请 说个里边请 薛刚多了个心眼 多了个心眼 我说老人家您过来 我咱们这么些人贸然的都去合适吗 事先连点招呼都不打 当着人家的面这么一说 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 我觉着不妥 那你说呢 我说这么拍 您跟他们最熟了 您先进去 背着我们 我们不再进前 您说话随便说 人家有什么心里话 也随便讲 有我们一做人为难 分成两拨 您觉得这事有希望 有可能 我们就去 您回来一送信 说不行 咱们再想办法 您看怎么样 行 徐美祖一听真行 这薛刚啊 你瞅黑啊 胸怀锦绣 够个大将的材料 想得非常对 那我一个人恐怕也不合适吧 你们那跟着我去俩人 留下俩人 你看怎么样 薛刚一看 这这么办吧 无奇马在 你们两个人是荒草山的 可能你们也都输 这样你们陪着道爷先去 我跟大勇兄弟 我在这等着 我们先在这听信 怎么样 那行 做了安排 分成两拨 因为徐道爷领来的 楼楼楼兵也不能有敌意 给找个地方让他们歇着 他们呢 一共三个人 道爷在头前开道 无奇马在后头跟着 抬着重礼 上了九岩山 劲儿飞 爬山越岭 好不容易来到分金大厅 那哥五个得着禀报了 乐坏了 强步骑身出了英节 一看徐道爷来了 哎呦 县长县长 欢迎欢迎 县长您来了 欢迎欢迎欢迎 山大王 大说大笑 大喊大笑 不拘小节 设宴款待 边吃边谈 老大说话了 老大叫冯大虎 外号叫大虎 谁本名能叫这个 他的大名叫冯云龙 出号叫大虎 当大哥的 当然说话算数了 这人今年不到四十岁 榜大腰圆 五大三粗 道爷 无量天尊 我道爷 咱商量这事 您倒怎么的 您给我们一个痛快话 我们明白 您瞧不起我们这些人 我们都是粗人 说话语无伦策 头上一句 脚上一句 没念过书 没受过教育 但是您是知道的 我们也不乐意干这个 谁来当贼呀 谁来当贼呀 不愿意干 但没办法 为行事所迫呀 急到这个地步 我们才食神为道 那么有限之路 我们也不干 但是我们都是粗人啊 玩命行 打仗行 动气力行 动脑袋这门 他不好使唤 您了财高八斗 学富五车 满腹的精伦 您是高人的 打算把您请的作为军师 做我们九岩山的军师 或者是做我们哥几个的老师 我们听您的 您指挥我们就干 您迟迟不给答复 是不是瞧不起我们 大斋主 你太客气了 你太多疑了 我并没有拒绝 但你也没给个痛快的答复 你老推来推去的 这不我来了吗 您这次来您是同意了 我同意了 这没讲到 您主动登门 您同意了 她太好了 您要进了九岩山入火 我们都听您的 第三 형们 敲锣打鼓 放弃炮烛 乐 乐意怎么高兴 就怎么高兴 乐意怎么玩乐 就怎么玩乐 敲起来打起来 慢 我大寨主 容我把话说完 我愿意 你们的情况 我也全了解 你们都是当时的英雄豪杰 被实势所迫 走了这条路了 你们都是好人 你们都是英雄好汉 见义勇为 有的是他的人命官司 有的是被官司迫害 我深表同情 说我上你们这入伙 给你们出谋划策 我义不容词 但是我这个人要说点真心的话 你们别不爱评 爱评 您说话我们太评了 您是师父 您说 但是我来了 跟你们几位在一起 我发现你们哥五个 哪个也不够帅才 当不起这个家来 我们我是出家道人 局外之人 我只能在旁边给出出主意 我也不能说当什么头领指挥兵 这我不能干 所以要想叫我到九颜山来 最好你们跟荒草人 你们两家联手 这不是两位寨主来了吗 你们都认得吧 无奇马在 也来了 你们最好两家人联起手来 再从中找出一位头领来 这个人当家说了算 只能这样我才能答应 要是说这个条件做不到 恐怕这个事还不行 这哥五个一听脸沉下来 让他俩当头 您那意思他俩当头 不不不 他们二位作为荒草山的代表 新进来了个头领 不知道你听说没有 现在荒草山 有一位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 这人十分了得 我提起此人来 大概你们早有耳闻 谁 家呀 在大国京都住 两辽往薛丁山之后 樊梨花之子 排行第三 批死太子 京崩盛驾 大闹京城 鼎鼎大名的通城虎 薛刚 现在薛刚就到了荒草山了 做了头把金交椅大寨主了 如果你们愿意把薛刚请来 主持九阳山 将来必能成其大事 如果你们同意 薛刚来当家 我就跟你们干 你看怎么样 贱 贱 老虎说话了 这只五虎叫冯云汉 这家个子最大 哥几个熟他能力也最棒 他在墨座坐着 把桌子一拍下 我现场 我现场 我说您这么做事情不公道 我们也别说我们怎么难 这十几年来我们怎么开拓的这座山寨 花费了多少人心血 死了多少弟兄 跟冠军打了多少次仗 好不容易我们到了今天了 我们十指望把您请来帮着我们 没想到您找了个外博羊 弄出了个薛刚跑这当头来 管着我们 我们得听他的 合着我们这好端端一座九阳山 我现在双手奉献给他了 我不明白 县长 他跟你什么关系 给了你多少好处 你为什么替他说话 这个条件您以为着苛刻不苛刻 徐梅祖一听这话脸也沉起来了 五爷 话可不能这么说 古往今来 有德者居之 无德者实之 这道理你懂吗 有德者才能占据 无德的就得靠边站 那么薛刚什么人你们知道吗 薛刚的出身 薛刚的历史 薛刚的为人 薛刚的所作所为 薛刚的号召力 你们哥五个比得了吗 在天下提起薛刚的哪个不挑大拇指 提起你们哥五个谁知道 你们离开九严山哪个知道你们是谁 那么不找一个有号召力的人怎么能行 另外我再告诉你们 凭财干 平武艺 你们也远不如薛刚 那咱就得让财能的人来当家理事 有财的人才能负责 无财的人只能在旁边做个助手 这有什么呢 将来九严山要想扩大 你们要想成其大事 你们请薛刚来 人家都不见得来呀 机会难得呀 的确跟我认识 我一句话他就能来 来了就能把山寨治理好 你们省点麻烦 将来又能升官 又能立功 有什么不好呢 难道说我还有什么别的歹意不成 见 我道爷 薛刚现在何处 来了 来了 因为跟你们不相识 不敢贸然来 就在山一下等候信息 我来呢 给搭个桥 看看你们的态度 听听你们的意见 你们同意 更好 不同意 作罢 强领的瓜果不甜 对不对 老大一听 我看这样吧 我道爷 您一片苦心 我领清不过的 您提这个事太大了 我们意想不到的事 不怕我们说这话 您不爱听 薛刚是什么人 国家的通缉犯 是扫书星 走到哪块给哪块带来不吉祥 咱们比方说 是 我们跟官府水火不同炉 官府有时候也来平山灭寨 让我们给打跑了 我们大仗小仗没捎打 但是过后也就拉倒了 说平静几年之内没事 如果薛刚要来了 这可就别要了 朝廷知道薛刚在这块为王 那就得派来无数的军队 九燕山再无宁日 想肃静也肃静不了了 我们这妙小 装不了大神仙 谢谢仙长您的好心 我们不能接受 话刚说到这 无期马站在那坐着 这两个人是个囊事包 囊事包啊 幸福烈活在旁边一坐 没敢多说话 一平说到这 无期站起来 你待着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 你不愿意 想把我们拒之门外 我告诉你 既来之则安之 答应你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九燕山我们非进驻不可 你别牵着不走 答着倒退 敬酒不吃吃发酒 恭敬你 你别不识恭敬 你懂吗 什么东西 你还想以示压人不成 来啊 拿下 坏了 一声令下如山刀 哪个大胆敢不听 人家手下的这 呼啦吵望上一床 把他仨给包围了 徐道爷能伸手吗 站在旁边 无期马在 伸手拽出配剑 一晃不见 往前一纵 拼杀在一处 三分钟结束战斗 让人家把俩人是生擒活达 打不过人家 无花大膀 推到院里 先别杀 先绑着 绑着 道爷 我们没难为你吧 你说这事怎么办 怪我们不 我们一片好心呢 该请客请客 该招待招待 你说这两个东西 说那叫什么话 是不是拿着薛刚来压服我们呢 我们实在难以接受 道爷你说这事应该怎么办 无量天尊 无畏债主啊 这个事我也料到了 咱这么办 行不行 年轻的人 火性都大 言语不合 难免动物 咱们有连山之好 是不是 咱们成了 是人情 不成了 是本分 干脆我替他俩求情 把他们两个放了 我们不来九严山了 不得了吗 山那么多 非得占你这儿吗 你这儿不行 我们找其他的地方 再去找找 你看怎么样 不行 不行 道爷 咱可不错 到任何时候 我们尊敬你 拿你当老前辈 这两个人 我们不能放 不能放 您请下去 不薛刚来了吗 你告诉薛刚 他首先的人 叫我们抓住了 叫薛刚 善我们九严山情罪 立下保证 从今以后 再不要进犯 我们九严山 我们把人放了 如果薛刚不敢来 不写这个保证 道爷对不起 我们说得出来 可干得出来 就把这俩人大头朝下 活来 请吧 我俩 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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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 行行行行 那 频道我就下山了 我就把你们这个话 告诉薛刚 对 你告诉他们 我们不怕他 他踢死太子 惊绷胜价 他爱谁谁 跟我们没关系 好嘞 但我把丑话说的前头 这两个人 我说 几位可千万别为难他们 为难就不够意思了 是不是呢 已经把他们抓住了 打的你看 满脸都是伤 也就可以了 我跟薛刚商议商议 看看应该怎么办 您放心 薛刚不来 不下保证 那讲不了 如果薛刚来了 下了保证 我们马上就放人 好 一会儿见 徐老道给气得浑身之哆嗦 下了九岩山 来找薛刚来 薛刚李大勇正着急呢 怎么咱们半天还没回来 能不能出事啊 又想不能 无起码在 我不保险 倒也跟着 不会有事的 来了 薛刚跑过来 前辈怎么样 一言难尽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薛刚不停变 把文庭此言 眼眉就立起来了 眼眉都站起来了 气死我也 这 前辈你说怎么办 我把话都说了 他们要求你下出保障 做巨节 往后再不要侵犯九岩山 如果你下了这个保障 向他们赔了礼 马上把两个人给放回 不见要下棋毒手 老人家 谢谢您 您做到人质易尽了 现在我就上九岩山 我看他干把我怎么样 我找着怎么样一个逢是无辜 我逗逗他们 薛刚啊 哎呀你可别实性子 到了人家的一亩三分地了 到了人家说话算的地方 人家好几千人 你浑身是铁能连几颗兵 你要一时性子连你全都交代了 老人家你尽管放心 我是做到人质易尽 我也去拜善 我去拜善 我嘴不怎么灵巧 但是我会讲理 如果他通情达理 还得罢了 不通情达理 使也 运也 命也 我认定了 我也得把我两位弟兄救出九岩山 李大勇在旁边一听 对 我同意 你在前面走 我跟你保镖 不用你 就我一个人 那那行啊 你一个人人担事故的 就是刀山 我也敢上 你担心 这么几千人 你不担心 你担心 就我担心 你不担心 你不能这样 真是 你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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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你不担心 不担心 你不担心 好